韓國可以來啊 因為韓國的貨輪 經過這裡去歐洲 可能數量很少啦 這個是比例的問題 比如說它的 它的這個 人員的進口可能都是 從波茲灣出來的啊 那從赫爾姆斯又不是這一邊 這邊基本上是要是輸一次運河的 那就看它跟歐洲的貿易有多大 那搞不好它用全一輪啊 你也吵不出來啊 那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 韓國的貨輪的話 韓國就不會做這件事嗎 不韓國我覺得 它另外現在是尹錫悅嘛 尹錫悅本來就是相當白目嘛 它常常在擴大 表態對美國的忠誠嘛 它這個也許啊 按盤交易你不知道啊 比如說韓國也提供 30萬炮彈給美國啊 然後轉給烏克蘭啊 那你韓國去惹惱俄羅斯你這是幹嘛 對啊 俄羅斯在你家隔壁耶 是是是 烏克蘭反而離你很遠耶 結果你 你是公開的介入俄烏戰爭耶 那俄羅斯就直接警告他 說你這樣就介入戰爭 所以我認為尹錫悅應該是 可能在跟美國求什麼東西啦 我認為他在求的東西也許是 比如說核武部署在韓國境內 那不是之前就已經說 已經都談過了 所以還在爭取啊 他就是希望能夠像德國 像荷蘭比利時這樣啊 美國的核武直接部署在韓國啊 那那是更 安起來是更危險的 更危險 因為連中國跟俄羅斯都會很生氣 太近了啦 聽起來就讓人直發謀 我知道所以不會成功嘛 可是尹錫悅在想什麼 你很難理解啦 因為他對地緣政治 但是可能他程度就是這樣嘛 沒有辦法啊 所以他就覺得 他一直在像美國 因為這種動作都是要得罪人的 比如說你協助護航紅海 你就得罪阿拉伯國家嘛 那提供30萬砲彈給烏克蘭 就得罪俄羅斯嘛 那你是要幹嘛 好 就對他的國家利益有什麼幫助 如果是川普 大概就直接去打夜門胡塞武裝啦 因為他以面倒向以色列嘛 更強烈 拜登就是不想擴大戰爭嘛 所以才會舉旗不定嘛 胡塞武裝事實上很容易對付啊 你派出地面部隊 問題就解決啦 你至少可以把亂逼到 離開海岸線嘛 對不對 可是你要不要付這個代價 那拜登就是不願意嘛 這個Dust Build 德國話不好 他的針對的對象就是低收入跟低教育者 所以就是要給這些人看 類似那個英國的星報STAR 所以沒有人在討論他的新聞了啦 但是因為秀出來的看起來好逼真啊 所以我們才會很好奇說 是不是這麼逼真啊 就是有正式性 我們台灣的獨家報導有點類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來來來 你看他的樣子啊 你看這個報紙的樣子 你認為我們會討論這樣子嗎 他的封面裡面就是一個美女 八卦報 然後穿的很少這樣 穿的很少 但是就是裡面有這種非常勁爆 而且我跟你講啊 打北約 事實上也要打一個具體的國家 那我請問你 我如果打了立陶宛 然後立刻後撤 那你北約怎麼辦 我沒有佔領 我只是去教訓一下又撤 那這樣你怎麼辦 怎麼這樣就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你對軍事的戰術 就跟小學生一樣嘛 就俄羅斯如果真的對北約某些國家太囂張 現在當然最可能 他最恨的就是芬蘭嘛 我教訓一下然後又撤 就說芬蘭你不要整天在那邊跳啊 還有立陶宛啊 還有波蘭啊 我也不認為俄羅斯打了就佔領 不會嘛 那看你怎麼辦 這個技術沒有那麼難啊 只是你要有沒有那個預算 所以因為要設很多顆嘛 才會真的開始產生作用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他就是籌集資金足夠了 就開始玩這個遊戲了 這個要花很多很多錢 那另外你說這個 比亞迪啊 比亞迪啊 比亞迪他現在就是選擇 買韓國的電池啊 因為他不可能自己做電池啊 他沒有這方 不是比亞迪 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沒有這種研究啊 特斯拉可能有做那個 比較大的儲能系統 可是你說汽車的電池 他基本上就直接買韓國的 所以他們是結盟啊 因為美國政府 他大概也知道 美國政府的傾向啊 很可能會對中國的電動車 中國的電動車的電池 做額外的加稅 目前連那個成熟製程的半導體 都在討論 所以拜登發現 他在金面跟科學法案 還有各種基礎建設 美國政府投了很多的錢嘛 結果裡面有20%的錢 又流向去買中國的東西 所以拜登很生氣啦 拜登就說 我竟然沒有幫到美國企業啊 美國企業就說 因為中國的真的就是性價比好啊 然後拜登就不信邪啦 他說中國為什麼東西都比我們便宜 這不是廢話嗎 難道中國的東西有可能比你貴嗎 所以他現在就有點就是要加稅 想辦法都要讓中國變貴 不這個就有點不信啊 就是說他的邏輯變成這樣 這個以前美國人 不可能這樣思考的啦 就這個就是比較利益分工的結果嘛 那結果他現在變成是保護主義 要扶植自己認為重要的供應鏈 然後不惜違反市場邏輯 要在國內硬要給人家加稅 讓他進來競爭力降低 可是你也沒有辦法阻止 中國大陸賣到全世界啊 那全世界的價格如果都比你便宜 那你怎麼競爭啊 是啊 所以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經濟學啊 這根本就是 這經濟學是零分耶 就拜登經濟學啦 就零分啊 因為你這樣養出來的美國企業 你對全球也沒有競爭力啊 不是嗎 這次李強帶的代表團 十個部長 瑞士的總理是親自到機場 在停機坪接機耶 這個是非常罕見 那這就是准國事訪問 你布林肯算什麼啊 你又不是國家元首 這次去參加達沃斯 就只有李強跟馬克龍 是國家元首級別嘛 那李強是No.2啊 對不對 所以本來就不同待遇啊 這有什麼好比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 美國那個駐瑞士大使 那腦袋發熱啊 想要拍馬屁啦 所以就傳出啦 因為美國那個political網媒 就爆了一個料 說美國的瑞士大使想盡辦法 要讓布林肯至少見到 瑞士的一個高階官員 表示他有在做事啦 這根本就是兩回事嘛 人家是總理耶 你是誰啊對不對 部長 你就是一個外交部長嘛 而且人家談的主要是經濟方面 朗朔斯也是經濟啊 對不對 那我覺得李強是很有心的 要讓各部長都能夠認識 朗朔斯的人 對 然後瑞士因為他一直是 永久中立國嘛 所以他比較不受北約跟歐盟的限制 他跟中國大陸有簽自由貿易協定 是 那他們現在要弄個升級版 所以我是覺得 中國大陸做這個動作 我就立刻聯想到就是說 他也不浩高霧遠去想說跟歐盟簽什麼 就是什麼中歐投資協定 還要歐洲議會通過各國批准 那算了啦 那個不要想那麼遠 還是各國雙邊外交比較實在 這個價格為什麼會這樣 出現這樣的劇烈的變化 因為限量 限量 限量 一定是限量 所以現在價格一跌是因為量增加了 買了也不一定喝啊 放了增值 收藏可以啊 會增值 會增值 會增值啊 像台灣的高粱 平均一年至少這樣6% 我朋友習慣每年買一箱 他說增值至少6% 真的 增值 那我們是高粱到處都有賣耶 是不是要特別的 金高 金南高粱 金南高粱 對對對 所以說真的啦 所以有人專門 有專門儲 不是要喝喔 他自己有時候會偷喝啦 實際上一年喔 一年你一箱你一定會喝光啦 因為沒幾瓶嘛 對 可是 你去想一想 一年6% 而且是負利喔 那比那個 負利 比放在 定存 那個定存都高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存不住啦 直接就喝了啦 對啊 他這樣也省了每一年6% 因為他 你如果真的有在做這個投資 你就知道 就是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喔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